超級辨識台 通常來講乾脆再講 以前我們講過了 動物裡面直接就是維生素A 那植物裡面通常都是叫做 β胡蘿蔔素 但是這個胡蘿蔔素進身體之後呢 我們會把它變成維生素A 所以那有時候我們統身 為了讓我們的觀眾朋友了解 我們都講維生素A 我們怕它兩個搞不太清楚 所以你其實吃這種黃膳是屬於動物嘛 它就是直接吃到維生素A 尤其是像這個魚肝油 魚肝油裡面就維生素A非常的多 所以小的時候我們爸媽媽說 小朋友要顧眼睛啊 要吃魚肝油 所以我這樣講大家就懂了 就是說魚肝油本來就顧眼睛 那為什麼魚肝油顧眼睛 因為含維生素A 那黃膳剛好100公克裡面有 很高級 1000單位的這個維生素A 所以它是非常 非常好的一個顧眼睛的一個東西 顧眼睛顧靜 顧眼睛就是維生素A就對了啦 對對對 那β胡蘿蔔素我們講顧眼睛是因為 要吃到肚子裡面轉身 所以A才對筋 對對對 這也就真的很好耶 真的很好 但也是好東西 對啊 所以有人就是講說它是這個 黃膳是一種眼藥 眼藥對 顧眼睛 老師又有人講說感冒不要吃膳 因為太不重心了 應該是沒有啦 在中醫裡面 他有特別提到就是說呢 當你有熱性疾病的時候呢 中暑 對比如說有熱性疾病的時候呢 盡量不要吃這個黃膳 但是在西醫就沒有 那什麼叫熱性疾病呢 這比較偏向於發炎 哦 發炎 發燒嗎 所以你感冒如果有發炎 或發燒的情況 這樣它是說 對對對 它是說盡量 會發的 對它是主持人 欸你這個百榮講的真好 對啊你剛才講的 答錯啊 答錯了 答錯了 我還是有讀點書了 對講的真好 對對對 所以他以後回臺來 人家會 會公贏啊 對對對 你很了解 但大家都答錯啊 在看魚料理 好不好 沒關係 因為剛剛營養 可能反而不是那麼熟 我們現在進入第二階段 是跟料理有關的 哦 三位都愛吃鮮魚 應該都很厲害才對 來 可樂麻煩你 好 今天挑選很好 第二階段的第一題題目 挑鮮魚呢 要挑選表皮光滑 力氣大 黏液豐富的 才新鮮 對或錯 請作答 正確答案是 全 全 好棒喔 終於答對了 第二題 請問 鮮魚的黏液是鮮味的來源 最好保留黏液 直接入鍋料理 對或錯 請作答 剛剛老師說的啦 剛剛老師說的 上課有在聽正確答案就是 湯 三位都答對了 你剛剛問了泄題了 你待會兒一定要輸一題 我才會贏 不行 不行 我不要吃辣椒 好 現在最後一題了 對 最後一題了 請問 賣場買回來的冷凍鮮魚 用熱水沖燙解凍 簡單快速又方便 對或錯 請作答 解凍 解凍 解凍就自己吃了嗎 對 它清潔果 正確 你自己在噗什麼梗吧 你自己在噗什麼梗吧 等一下 正確答案是 湯 耶 耶 耶 賣場不處理 就賣給人家太不合理了吧 好 這兩個階段呢 嘉莉姐跟東晉呢 都是五分 耶 我們要吃我們的 極辣鮮魚 你是不是要吃辣 我還OK 可是我不知道這個到底有多辣 這個很辣 真的假的 我挑了最少的給你看 你喜不喜歡吃鮮魚的問題 鮮魚我OK啊 那就沒問題 那這個蠻好吃的料理 好 對啊 很想吃喔 那你也吃 這其實是一道非常好吃的 靈嘴 靈嘴啊 對啊 你來吃靈嘴咧 你有沒有吃靈嘴 後面有更好的料理 很辣嗎 很辣 真的假的 用手拿就好了 用手拿就好了 水水水 水水水 這 喔 好嗆喔 重點是很嗆 好辣 很辣 來挑鮮魚 要選這個表皮光滑 力氣大 黏液豐富的財心肩 其實是覺得是正確的 對啊 因為它本身鮮魚外面 就有一層的黏液 嗯 那當它不健康的時候 它的活動度會降低 嗯 然後它的黏液呢 會開始脫落 脫落 對所以它就是不是那麼好過 然後如果你死掉 又是冷凍在解中的鮮魚 這是活的喔 如果是冷凍在解中 它根本的黏液就不掉了 喔 那所以這題 應該很簡單 大家做個了解 再來 鮮魚的黏液是鮮味的來源 其實是錯的 它是鮮味的來源 鮮味啊 鮮味啊 它本來是鮮味的來源 喔 所以說你在炒的時候 很多人會 你在看很多攤 你一定以為它沒有處理 一般都會先過個水 喔 這樣子啊 對 那很多種方法 有人會把它用太白粉先 先洗過之後再用水沖 還是可以把它免疫沖掉 賣場買回來的冷凍鮮魚啊 用熱水沖燙解凍 簡單快速又方便 沒有啦 任何的解凍方式 最好的解凍方式 只有一個方式 就是把冷凍拿下來冷藏 對 這是最好的 好 第二你勉強 可以讓你 因為你來不及 你可以把它放在一個鐵盤上 或是鍋子上 因為它是導冷導熱最快的 那鍋子上面 比如說你放在它是室溫 你一放進它開始冷 開始往外冒 所以它很快就解凍 喔 欸 我們都把它丟到那個水裡頭 水裡頭 對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丟到水裡面 確實有時候 你會丟到水裡面的時候 你丟進去 你一定要說它要封好 對啊 都要封好 有時候你根本 風都不注意沒有把它封好 它就裡面水就跑進去 跑進去 那如果都封好呢 都可以 可是速度要快 欸 那我們剛剛說 黏液有腥味 那如果黏液去除了以後 它還有腥味怎麼辦 它原則 這個就是料理 料理的一個小特殊 很多做法 那我會建議 像日本人他會用什麼 他會用牛棒 牛棒 因為牛棒是屬於一個很特殊的植物 它的這個東西 是可以跟土味或是腥味做結合 所以一般在日本你做鰻魚啦 做泥鳩料理啦 甚至在台灣做扇魚都可以用牛棒 牛棒 對 對 對 好不好 那都了解了吧 了解了 既然了解都已經 準備要吃東西了 我們就開始上餐 好 可以吃好料理了 我們今天做一個 比較特別一點 它叫做扇魚義綿 但是做好完整 我們記得 耶 扇魚炒麵 我今天用的食材上面來說的話 這個醬油是泰式的鹹醬油 泰式的鹹醬油 泰式的鹹醬油 有點像醬油膏 可是稍微甜一點 因為我想 扇魚義綿 中南部都是吃比較稍微甜一點 所以我放了一些不同的東西進來 對 那你如果說是台式 我又放了牛棒進去 那就日式了 日式 所以我也搞不太清楚 這樣不是 扇魚式的做法 是的 好 那放鹽巴進去 我們要先把這個扇魚先穿一下 兩瓢 而且我們今天用的麵 我是用意麵 不是油炸麵 台南的話是下去炸過 快快 我們就是做好的意麵 這樣比較健康 這樣一去油 對 好 那這個是扇魚 這都處理好了 這是處理好的 把它放進來 哇 先穿一下 穿 所以它那個黏液 那個黏液你是怎麼去塗的 現在穿的就去掉了 喔 穿到 你穿 不用一直去洗它對不對 不用不用不用 它現在穿完就去掉 你就切好了之後再穿燙 對對對 加鹽巴就可以了 加鹽巴就可以了 你看它上面有沒有浮了一層這些 油油的感覺 牛耶牛耶 真的牛耶 真的耶 對 我們把扇魚放進來 哇 把泰式的甜 甜醬油 這邊有一些牛磅 牛磅去土味 去土味 那我們就拿著牛磅之後 就削一點點在上面就好了 哇 哈 把麵放過來 哇 讓它完全把這個湯汁吸進去 嗯 泰式甜醬油 它這個泰式甜醬油 確實讓這個麵變成甜味 有甜味 對 見到補身故顏之的扇魚炒麵 公告回來我們火力登場 好 好